而現在首先來看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呢 諸葛亮有一個漂亮的女兒 叫做謝金燕 不過畫面上看到的這一位 你知道她是誰嗎 其實她是謝金燕的妹妹 叫做謝根玉 那麼也就是說呢 這個謝金燕其實還有一個妹妹 而且跟她長得還有一點像 那麼這個謝根玉呢 還取了一個藝名叫做謝金晶 幾個月前開始呢 她就在南投登台演出了 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謝金晶呢 其實她的媽媽 是諸葛亮的第三任妻子 而謝金燕的母親 是諸葛亮的第二任妻子 那麼現在呢仔細看看 這個女孩呢 是不是跟謝金燕有一點像呢 那麼今年呢 她是二十八歲的長髮披肩 而且外形非常的亮眼 那麼最近呢才登台演出 其實呢 她從小七歲的時候 就跟爸爸諸葛亮分開了 而且之後就沒有再見過本人 那麼之前呢 她還特別跑到了電影院 去看諸葛亮所主演的電影 大尾流氓 還看到掉眼淚 因為劇情當中喔 諸葛亮假裝不見了 而至於爸爸不見了 正是她心中無法抹滅的記憶 打扮如同夏威夷 女郎熱情洋溢 長髮及腰的舞台新人 有修麗的臉龐 腳好的身材 這舞台新人有個明星父親 但是七歲之後 沒有看過他 最近一次是在電影院 看著他演出的 大尾流氓 就是看著郭彩傑 叫他爸爸 很久沒看到他 因為他有一些親情的部分 沒錯 首階的相片 就是他的父親諸葛亮 他一名謝金晶 謝謝經驗的妹妹 是諸葛亮第三任太太的女兒 但是七歲之後沒見過父親 所以看到電影情節當中 爸爸不見了 深埋心底的情緒 再也壓抑不住 他不是有一段就是 假裝過世了嗎 然後郭彩傑 很難過 就是爸爸不見了 七歲爸爸不見了 七歲前的記憶 他跟著爸爸媽媽 大部分時間在後台 沒想到現在自己也走上舞台 爸爸呢 那個思念的人 能不能再見一面 就是就算說 他離開我們很多年了 對 就是可以再見上爸爸一面 我也不會覺得排斥 就不會有排斥的感覺 就像我剛剛講的說 我印象是停留在好的 分別將近二十年 女兒挺挺玉立 跟隨父親的腳步走上了舞台 多希望自己的爸爸 也能為他掌聲加油 東內新聞 為宏親吳鼠平蔡信章 在南投採訪報導